上一秒还在开心地过生日 可是下一秒 这些危险的玩具 你的孩子还在玩吗 如果家里有的赶快扔掉 免得后悔一辈子 轻气球 只要是人员聚集的地方 我们一定可以看到 有小伤贩们在售卖这种气球 因为色彩鲜艳 造型奇特 大部分小朋友都会被它吸引 见了都会哭闹着非买不可 许多家长心一软就买了 然而这个小气球 却是一个实打实的定时炸弹 因为现在市面上的气球 大多数还是贯装的轻气 而轻气是一种高度 一燃一爆的气体 即便是没有明火 也可能发生爆炸 很容易对孩子造成灼伤 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售卖轻气球 但是大部分商贩为了利益 仍在售卖 所以家长看见这种气球 最好躲得远远的 因为谁也不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臭屁炸弹 这个小玩意儿 不仅能臭得你怀疑人生 而且还相当的危险 安徽的某小学 曾因为玩臭屁炸弹 导致近80名学生集体中毒 硬化氢是一种极度危险的酸性气体 如果不小心吸入体内 可能会头晕 恶心 呼吸困难 浓度到达一定量厚足 可以瞬间致人死亡 激光笔 这个小玩意儿也是小卖部的畅销活 有些熊孩子因为觉得好玩 所以就会去照射别人的眼睛 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激光笔会灼伤眼睛 造成暂时的视力缺损 严重的会造成失眠 一名26岁小伙给儿子 买了一支激光笔当作春节礼 结果自己的右眼被激光笔灼伤 瞬间眼前一片漆黑 经医生检查 他的右眼视力只剩0.03 而市面上的那些大功率激光笔 甚至能射爆气球 直接点燃火柴 如果被熊孩子拿来玩耍 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所以家长一定要注意这些玩具 下面说的这几种玩具 是孩子们的长症猫 但却是父母们的热闹 千万别让你的孩子碰这些毒玩具 也许你的孩子正在慢性中毒 水晶妮 相信这个软啪啪的水晶妮小朋友都玩过 可是你知道它有毒吗 水晶里主要原材料就是彭沙 而彭沙具有一定毒性 经常接触皮肤可能会导致皮疹 水泡 皮肤臊痒等不是症状 如果孩子在玩水晶妮后 没有洗手直接用手拔食物 可能会使彭沙进入胃肠道筋 而引起消化道粘膜损伤 所以最好不要给孩子玩水晶 即便不能阻止孩子玩 也要注意玩后认真地把手洗干净 水宝宝 这种玩具最初只是一颗颗彩色的小珠子 把它放在水中一段时间 就会变大数倍不止 因为如此神奇 所以深得小朋友的喜爱 但它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毒玩具 水宝宝一般是用淀粉混合 丙烯精或丙烯酸纸制成的 丙烯精和丙烯酸纸都具有一定的毒性 并且丙烯精急易挥发 不慎进入人体后可引起急性中毒 而且水宝宝外形酷似堂果 小朋友很容易误实 江苏淮安市曾有一名遗岁男童 因误实水宝宝出现急性机械性肠梗阻 而且因长时间脱水而失去知觉 当医生取出水宝宝时都震惊了 此时的水宝宝已经膨胀得像乒乓球那么大 好在医生及时手术取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家里有幼童的千万不要买这种玩具 荧光棒棒糖 这种新颖的搭配在小学生中非常火爆 不仅能吃还会发光 液体多炫股 可是你知道它的危险性吗 荧光棒内液体的成分主要是 本二甲酸二甲脂和本二甲酸二丁脂 而这些物质都是具有毒性的 如果孩子在啃咬食液体不慎泄露被误食 可导致恶心 呕吐 腹泻 腹痛等症状 如果食用量比较大 有可能会出现昏迷的情况 所以这种危险的小零食最好还是不要买来食 令人头疼的玩具层出不穷 下面要说的 也许你家里就有 这些让孩子爱不释手的小玩具 却隐藏着致命危险 看完你还敢让孩子玩吗 牙签弩 它其实就是迷你版的功能 虽然还没有手掌大 但是威力却不容小觑 仅仅是射出牙签就能轻松穿透硬纸板 如果是换成钢针 甚至能射入猪肉四五厘米身 2017年就有一名新疆的小学生被牙签弩射伤眼睛 导致左眼市民只能植入人工晶体 虽然牙签弩看起来很不起眼 但却是非常致命 同样的射击玩具还有水弹枪 光听名字感觉射出的是水弹没有威力 但是近距离水弹能直接击碎鸡蛋 如果对着人体射击 那疼痛可想而知 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校园凶器 指尖陀螺 这个解压神器曾经一度火变全 深受年轻人和孩子的喜爱 但是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玩具 却具有不俗的杀伤力 曾有人做过实验 高速旋转的指尖陀螺甚至能把鸡蛋打碎 而且大部分陀螺的叶片都是金属质地且非常的尖锐 所以玩起来也是有很大的危险性 更有一些商家生产的劣质陀螺 在旋转时很容易脱落小零部件 儿童物时候会有窒息的风险 所以还是最后不要买 巴克球 巴克球又叫磁力球 它其实是一个特别开发之力的玩具 而且玩具的本身并没有危害 但是对于幼童来说却不是很友好 一些好奇宝宝可能会误视或者塞到身体里 因为具有强词性 所以当磁力球进入身体后 会穿过人体组织互相吸在一起 这会导致内脏器官穿孔 严重时需要开副手术取出 2020年一名11岁男童 因为好奇往尿道塞了十几颗磁力球 当家长发现时 已经造成尿道粘膜糜赖 水肿 如果没有及时取出 可能小弟弟都不饱了 所以家长一定要告诫小朋友 不要随便往身体里塞东西 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 你的家里有没有这些危险的玩具呢 如果有就赶紧丢掉吧 大家都知道带娃很辛苦 所以我们更不能让这些小玩意对宝宝造成危害 应该防范于未然 快爱特你的家人 记得让他们叮嘱孩子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